大家好,我是二姐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清炒山料的家里面 大家所需要的食材 木耳,金椒,胡萝卜,山料,还有铃和蒜苓 现在我们把食材切一下 胡萝卜切成菱形片 山料也要切菱形片 木耳切成菱形片 木耳切成菱形片 金椒切片 和米切片 切好的香,山料放水下去泡一下 把山料表面和棉叶洗干净 烧一点水 水开了 我们把木耳 还有山料 放下去一起 焯一下水 焯到水之后 我们把木耳 跟山料盛出来 把木耳跟山料盛一下冷水 右锅倒点油 放入山料 放入双片 炒出香味料 放入青椒跟胡萝卜 放入青椒跟胡萝卜 再放入焯好水的山料盛入了 盐 盐 放入青椒 放入青椒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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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放一点点鸡精 放少均匀搅拌去锅 非常好吃的树炒 想要就做好了 把他盘试一下 这样子做非常好吃 喜欢我做的家常菜 就关注我吧